好那么 这一部分啊 涉及到更新 然后呢 在每一件商品的后面都有一个 删除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涉及到我们购物车记录的 删除 好首先 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这边呢 去分析一下啊 我们的前端 哎他呢 购物车记录 哎删除我们的购物车记录啊 删除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个对应呢 就叫删除购物车记录 好首先 采用哪个请求 采用 对吧 阿加克斯 Post请求 OK啊 第二点 前端传递什么参数 前端 传递的 对吧 前端啊 我们前端 需要传递的 参数 对吧 你要删哪个商品 你是不是只要把哪个商品的ID告诉我 对吧 我就从Reddit里面呢 给他 删掉啊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只需要一个叫做商品的ID 就是我们的SQ的ID啊 好 那么然后呢 这个地址呢 我们叫做CutDelete啊 CutDelete啊 好 你既然确定好这个东西之后 下面呢 开始写你后台的试图啊 定一个试图 Class Cut Delete View 那么 那么 G乘以我们的View 好 这里面 购物车记录的删除啊 购物车 购物车记录 删除 好 然后呢 在里面定一个对应的行数 对方 定一个 Post Safe 写上一个 Request啊 它的作用就是 购物车 记录 删除 好 那么在这里面 哎 我要干嘛 是吧 哎 获取参数 对吧 接收 参数啊 获取参数 接收之前 跟我们的Update Ad一样啊 先去判断用户 有没有 登录啊 哎 用户有没有登录 先呢 这段代码 跟他 拿过来 这里面就是判断用户呢 有没有登录 如果没有 我就直接返回一个东西 好 如果有的话 对吧 接收参数 接收 接收这个SQ 的ID 那就是SQ ID 就等于我们的 request点 post点 get get谁呢 getSQ的 ID 好 那么 接完之后 对吧 数据的 校验 校验啊 那么这个校验的话 先是判断一下 它有没有 对吧 如果 这个 not 我们的SQ ID 没有 那么 数据不完整 resign gs response 写上一个 RES 为 以 error message 告诉你这个 数据 不完整啊 数据啊 我们的 无效的啊 比如说我就写上一个 无效的商品 ID 好 那么 然后呢 下面呢 你有的话 对吧 我要看一下这个商品呢 是否存在啊 比如说 商品 是否 存在啊 教验我们的商品是否存在 好 这个呢 其实也是这样的 try try的时候呢 直接 sq啊 跟我们之前写的一样啊 等于goose sq.objects.get 然后呢 ID 等于我们的 sq id 对吧 如果出了这个异常 goose sq. does not exit 说明 商品 不 存在 然后 返回一个数据 return cs respons 写上一个res呢 为2 告诉你这个 error message啊 然后呢 告诉你这个 商品 不 存在 对吧 好 那么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面 如果可以的话啊 这个数据 交验完了 下面进行我们的 业务 处理 业务 处理 那么 删除 购物车 记录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呢 在这里面的话 你还是呢 去拿这个链接 拿到链接 connection 等于get res connection 写上一个 default 拿到对应的key cut key 等于我们的 cut 下号线 百分之 百分之 user的ID 好 拿出这 对吧 我现在我要删除了啊 删除 那么 删除的话 对应到 我们之前讲的命令 叫到 删除一个哈希里面 一个元素 叫到 HDL 那么对应到这边呢 它就有一个 对应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 也叫做 HDL 然后在这边看到 HDL 它删的时候 它是不是你可以 传入很多位置 参数一下 删除多个 对吧 我要删除一个 我就传一个啊 所以在这边 我就只需要掉用 connection 点 HDL 我要删谁呢 我要删除这个 cut k这个 哈希里面 哪个元素呢 要删除这个 sq的 id啊 所以呢 它就可以呢 给我删掉的吧 删完之后 这里面我就删完了啊 删完之后对吧 返回一个数据 返回 应答 好 返回应答的话 这里面我们就直接 return jns response 告诉你这个 is呢 为三 error message 告诉你这个 直接没有error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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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 成功 删除成功 ok啊 这个呢 你看到啊 这就是我们后台的使徒 其实呢 你发现啊 核心逻辑 三行 上面的教验 对吧 这么多 其实核心逻辑呢 就这么多啊 这么多 然后你在这边呢 你写完照 做一个地址的配置啊 在这里面 导入这个类 cut delete view 然后呢 在这边 开始配置地址 啊 叫做 delete 然后呢 到了 对应的是我们的 cut delete view .sview ok 那么然后呢 name呢 就叫做delete delete 好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 购物车记录 删除啊 购物车记录 删除 好 这是它啊 那么你看到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写的这个cut delete view 后台的仕图 这个地址呢 我们也配置好了 在这里面我们要做的 第一 这个写错了啊 D-E-L-E-T-E cut delete view 我看一下这里面写的这个 U-L-S 这边写的应该是对的啊 ok cut delete view啊 那么这里面呢 你把这个写完之后 这里面后台的仕图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